歡迎加入靠近看中國 我是廖亞裕 作為兒童跨國送養大國 中國在近日政策大轉彎 幾乎關閉了國際領養大門 終止跨國收養 這個議題不但引發國際社會關注 中國國內也有人很關切 中國真的準備好了嗎 從今而後 中國的氣因又將何去何從呢 我們要先從時代背景來看 1980年代為了因應人口爆炸 帶來的社會經濟壓力 中國推行了計畫生育政策 也就是所謂的一胎化 在國家機械控制下 除了部分少數民族之外 所有的家庭都只能夠生養一個孩子 不然就得繳交高額罰款 也因為只能生一胎 許多家庭選擇留下男孩 如果媽媽生的是女寶寶 可能就會送到孤兒院或被領養 甚至被遺棄 這不僅助長了重男情侶的價值觀 男多女少更引發中國人口的性別失衡危機 在一胎化政策之下超生的嬰兒怎麼辦 中國沒有承擔起照顧這些孩童的責任 而是把允許外國人收養中國棄嬰 作為解決問題的手段 1992年中國正式開放國際領養政策 條件很寬鬆 無論你是單身或退休 又或者你們是同性伴侶 都具有收養資格 這在其他國家是非常罕見的 也因此收養案例暴增 根據統計 在過去的30年當中 中國已經有超過16萬名孩童 被世界各地的家庭領養 其中8萬2000人前往美國 而且大部分是女孩 我們如果只看表面或許會認為 至少這些被遺棄的孩子 能夠被收養是一件好事 但如果這些孩子不是被遺棄 而是被拐騙 甚至是被中國的計劃生育部門 強暴來的呢 這是不是等同拐賣兒童國家隊 過去好幾十年的國際領養政策 其實反映了中國政府 對人口的態度轉變 如今中國陷入人口失速危機 少子化 老齡化 人口紅利消失 看似緩慢 但巨大的風暴 又如何影響中國和全球經濟呢 我們專訪了國防院 國家安全研究所 附研究員王湛喜 來看他的觀察和分析 首先跟湛喜老師請教 您認為中國為什麼調整了 跨國收養的政策 這背後的原因會是什麼 我會傾向其實從兩個角度 其實來理解 那麼中國終止這個國際領養的 一個背後的一個政策動力 那當然兩者其實是互相關聯的 首先其實是中國在人權問題上 一直受到國際的挑戰 那麼在這個中國其實追求 國際崛起的過程當中 也一直在試圖提出 他自己的一個人權的論述跟作為 有的時候其實也會挑戰一下美國 這樣的一個先進國家的 人權的這個事件的狀況 那麼所以其實在兒童權力方面 其實我們可以認為 那麼其實特別在這個領養兒童的問題上面 那麼其實制定更多 那麼符合國際規範的 這樣的一個法規 其實對中國政府來講是有需求跟壓力的 那麼另外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那麼其實也跟這個國際壓力互相連結的 其實可以說是中國寄生政策的一個結束 所帶來的影響 那麼在這裡就涉及到 中國的這個領養兒童這樣的一個現象 他其實在背後跟中國的這個過去 一胎化的寄生政策的事件 其實是有蠻密切的關係的 那麼簡單來說 其實在過去中國的一些社會事件當中 我們可以發現 那麼其實各國的這個 等待領養兒童的父母到中國去尋找 領養兒童的時候 其實往往都是跟這個當地的 所謂的兒童的這個照護機構 在中國叫福利院來接頭 但是這些兒童的來源其實有相當的數量 其實是來自於這個地方的寄生部門 從這個超生子女的家庭當中 那麼其實去強暴孩子 那麼其實來提供給福利醫院的 那麼寄生部門跟這個福利醫院 其實也都在這個強暴孩子 提供給福利醫院 在讓國外來收養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獲得額外的這個利潤 那麼以這個中國各地的這個情況來看 其實我們大概也都可以抓出一個 大概是3000美金左右的 好一個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金額 那麼對於寄生部門跟福利醫院來講 它變成執行一攤化政策的一個 額外的政策補貼 那麼這樣子的一個有明確利益 跟以這個政策為基礎的這種不適當的行政作為 那麼實際上在中國其實存在將近20到30年的事件 其實蠻長一段時間的 那麼而且非常明顯的 其實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這些兒童其實並不是我們一般認知 所謂的孤兒或者是被遺棄的棄兒 那麼而是在這個一胎化政策下面 寄生部門基於這個所謂執行一胎化政策的一個 好這樣的一個藉口 來執行這種所謂的這個強暴兒童這樣的一個做法 在中國社會還有一種說法叫做社會調劑政策 好那麼當然這是一個重要的背景 好那麼當然我們也知道在2016年之後 那麼中國的寄生政策其實快速的在改變 好那麼也在這個2020年之前 其實就完全 幾乎可以說是完全的取消了 過去這樣的一個生育限制的政策 那麼政策的一個變化 其實它也導致過去的這個寄生部門 好它其實喪失了 那麼繼續基於這個政策 其實去強暴孩子的一個正當性 好那麼寄生部門本身也在這個過程當中 快速的萎縮跟轉型 好現在的寄生部門更多的其實是鼓勵生育 而不是限制生育 好那麼也就是說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看得到其實既然 供給的這個政策跟結構產生了改變 那麼國際上面其實也有期待跟壓力的時候 那共同促成了中國在現在其實決定去終止 國際領養兒童這樣的一個一個作為的一個決定 在中國開始了所謂的涉外收養制度之後 其實爆發了很有名的邵氏棄兒事件 是不是秦老師也跟我們談談這件事情的原委還有爭議呢 之所以叫邵氏棄兒其實就是在當時 那麼在湖南這個地方的這些福利院 其實統一把這些棄兒其實取名性少 好那依照這個當時這個相關機構的這個長官的姓氏 好那麼所以其實可能就是 稍一稍二稍三稍四稍五好這樣的一個概念 好那麼大批的其實要將這些棄兒其實送養到國外 那麼實際上其實在這一個中國內部 其實就是寄生部門跟這個福利機構 在寄生政策下面那麼一起來運作的 好一個類似產業鏈的好一個現象 它並不只是單一的人單一的機構來處理這些事情 好所以它也不是個案 那麼實際上在這一個 邵氏棄兒其實在當時引起蠻大的一個轟動 但是實際上在邵氏棄兒之前跟之後 其實我們都可以看到類似的現象在中國發生 那麼類似的像邵氏棄兒其實發生在湖南 好那麼但是其實我自己稍微搜集過一些相關的資料 有類似現象的這樣的一個寄生部門那麼強暴兒童 然後再透過這種國際收養的機制 那麼出養給國際上面的這樣的收養家庭的這個省份 大概就有至少是三個省份 但是在這些不同的事件當中 中國政府所採取的立場一直都是刻意的去回避 好那麼寄生官員的在行政跟法律上的責任 好那麼一個常見的說法 那不管在不同的地方政府在面對相同的一個質疑的時候 常見的說法是這是符合當時計畫生育政策下面 所謂的社會調劑的作為的一個合法的作為 當然我們不能理解其實 因為寄生政策其實在中國寄生政策有很明確的說 當父母家庭超生的時候可以罰款 好但是可以進行這種所謂的教育 好那當然這個罰款跟教育本身就產生很多問題 但是從來沒有說執行寄生政策 可以把這個父母的這個超生的小孩抱走這回事情 但是他其實在很多剛剛我們說的這些這個地方 其實蠻廣泛的在實踐 但是從我們一般的角度來看 這實際上就是一個拐賣兒童的行為 對那這也是中國在寄生政策下面產生的社會悲劇 比較少被人注意的一環 談到中國的人口危機 我們就要來看一個數字 根據中國官方公布的數據 2023年的總和生育率是1.0% 那麼這在全球主要的經濟體當中 是排名倒數第二 所以要請教老師的是 您怎麼看這個數字 以及所謂的1.0%的總和生育率 又是意味著什麼 我們可以簡單理解 其實在這個人口變遷上面 如果要維持一個國家的總人口是不變的話 總和生育率大概要維持在2.1到2.2之間 也就是一對父母會生兩個小孩 可能整體來講 再多一點點 那麼 總和生育率1.0 其實就代表這一個 美一世代的 這樣子的人口 其實會不斷地 搖斬 再搖斬 那麼其實呈現超過50% 這樣子的一個下滑的速度 那麼其實特別在中國 其實我們會看得到 這幾年的出生率是節節下降 那麼總和生育率其實在目前這個時間點是1.0 恐怕其實在未來3到5年之間會 會還有繼續下滑的一個空間 那麼其實它也搭配到整個 我們看到中國的整個經濟的形式 那麼今年的這個生育的意願的一個配套 它恐怕還沒有見底 那麼其實它也就意味著 其實在人口結構上 中國接下來10年20年會呈現一個 這個年輕的人口越來越少的一個趨勢 那麼這樣的一個 當然其實前提也是中國本身的老年化的問題 非常嚴重 老年人在這個人口結構裡面占的比例 其實是不斷地在升高的 隨時時間的推移不斷地在升高 那麼這樣的一個所謂的上寬下肩的 道清字塔的人口的結構 它不只是這個家庭結構 或人口結構的一個反應 它對這個國家的整個經濟發展的 結構條件那麼社會 各種社會政策條件要去滿足的需求 乃至於這個國家的綜合國力 都會產生很深遠的影響 那如果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如果中國沒有所謂的計劃生育 沒有一胎化 沒有獨生子女政策的話 所謂的人口問題 是不是就可以避免或延緩發生 首先其實中國的這個少子化的現象 它也是中國的整個社會在發展 跟轉型過程當中必然會出現的趨勢 那當然其實現在中國社會面對的一些問題 它會加速這個趨勢 比如說經濟下滑 或是青年其實在這個社會當中 覺得壓力太大 不願意結婚不願意生小孩等等的 但它整體的這個邏輯 其實跟日本韓國台灣其實是類似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實一胎化政策的存在 它在一定程度上去扭曲了這個 整個社會變遷人口變化跟少子化的一個速度跟進程 它其實在中國產生了獨特的一個面貌跟新興的問題 所以接下來中國的人口政策會出現什麼樣的大變化嗎 中國雖然在一胎化政策上其實已經做出了大幅的改變 但是中國政府到現在仍然把所謂的計劃生育政策 當作所謂的基本國策 也就是說在其他國家其實不存在的 透過這個整個國家的這個強制力量去干預跟影響 人民的生育權利這件事情 在中國其實仍然是一個政府保留在手裡的 一個國家的權利 那麼把人民的生育其實當作一個可以被控制的對象 那其實在這個目前的各國世界各國當中都是非常非常少見的 那麼它涉及到對於人民的這個自由的影響 對於整個社會發展的一個方向的干預 其實也都產生很多負面的影響 那麼所以其實也會有蠻多人在觀察 未來這樣在中國這個少子化的問題的趨勢下面 中國會不會把這個所謂的計劃生育政策 調整成為一個強制生育 而不是強制節育的方向 那麼這當然其實是一個蠻值得觀察的一個現象 它也反映出中國作為一個專制國家 然後在面對很多社會問題的時候 它處理的方式其實跟其他強調自由跟民主的國家是很不一樣的 就是不是有可能從過去的強制上還這件事變成強制生育 是 這其實很可怕的 對 當然具體用什麼方式 其實我們很難想像 就像我們其實過去很難想像 一臺化政策會用這麼嚴厲的方式在執行一樣 今天非常感謝王戰喜老師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中國的人口問題盤根錯節 現在看起來還找不到解方 那麼這對中國的經濟和國力又會帶來多大的影響呢 我們也會持續帶大家來關注 先休息一下 節目收後馬上回來 歡迎回來靠近看中國 距離中國十一國慶剩下不到十天 中國官媒央視推出了一系列的軍事紀錄片 包括解放軍航空母艦福建艦內部和彈射系統 測試畫面 以及遼寧艦的新型艦載機首飛消息 秀雞肉還不夠 中國更要吃臺灣豆腐 影片當中又出現殲20的飛行員說 難忘看到臺灣的情景 但在共軍不斷大外宣的同時 美國在當地時間十六號 宣布最新對臺軍售 包括戰機和相關設備的備件維修等 約和臺幣是七十二點六億 這是美國總統拜登任內 第十六度對臺軍售 國防部表示因應中共常態化灰色地帶 侵擾壓迫海空域訓練空間和反應時間 這次的軍售有助於維持空軍裝備 戰備及妥善 專家則分析軍售內容 可能包括F16V和IDF部分零組件 中國官方媒體央視日前公布 殲20隱形戰機影片 共軍飛官的這段話引來陸軍 脫衣少將立正節之一 是不是殲20早就已經穿越臺灣 除了殲20解放軍 還首次公開無真漆無人機 高空飛行訓練及對地攻擊的畫面 模擬打擊的目標 經過網友比對 就是馬祖離島西局的侵返港 嗅肌肉恫嚇臺灣意味濃厚 面對中國不斷騷擾臺灣周邊海空域 美國在當地時間16號 再度宣布對台軍售 視空軍開放式零附件修理回運 總金額2.28億美元 折合新台幣大約72.6億元 不僅是今年以來的第四次 也是拜登政府第16度對台軍售 外交部也對美方表示感謝 總統府則說對應對中共常態化灰色地帶 襲擾能夠有所幫助 而這項軍購案也正在進行 智慧國會程序 渴望在一個月後就能正式生效 今新聞 邱柏廷採訪報導 中國文攻武嚇 現在也把矛頭指向日本 十八號凌晨解放軍航母遼寧艦 一度進入日本臨海外側的臨街區 正是中國航艦首度穿越日本臨街區 日方強調不可接受 也表達嚴重關切 面對中國擴張的野心與日俱增 美國副國務卿唐貝爾直言 中國已經構成美國史上最大挑戰 中國遼寧號航空母艦編組三艘軍艦 一路向南行駛 九一八事變 九十三週年這天 中國航母卻挑在這個敏感時刻 首度進入日本臨海外側的臨街區 史上西太平洋演訓 這讓日本有話要說 強調日本政府也會繼續密切監視中共海軍艦艇 學者分析 遼寧號這一次進入日本臨街區 是想借機傳達不滿日本強化軍備的訊息 中國擴張野心 日益建政 對國際社會造成威脅 美國副國務卿康貝爾直言 中國已經構成美國史上最大挑戰 更呼籲歐洲對北京當局採取更強硬立場 成立滿三年的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關係 正在與加拿大 日本 南韓和紐西蘭磋商 考慮邀請加入第二支柱陣容 擴大在印太地區的合作網絡 同一時間日本海上自衛隊出雲及護衛艦加賀號 也完成弓箭載機起降的相關改裝工程 出港赴美要測試F35B逆中戰機起降 這是美日合作的最新里程碑 也是共同對抗中共海上霸權的一大進展 近新聞綜合報導 中國不斷發展軍事科技 但國內經濟卻是一塌糊塗 八月份的經濟數據低於預期 國際投資銀行紛紛下調了中國經濟成長預測 有分析認為中共官方設下的年增長 百分之五的目標恐怕很難實現 另外還有中國經濟專家指出 中國的電動車可能成為經濟寒冬骨牌效應 影響下受波及的下一個產業 數據時常違背願望 中國投資消費以及外銷三頭馬車的數據都低於預期 高盛十六號將中國今年經濟成長 預測從百分之四點九下調至百分之四點七 摩根士丹利也調低數據至百分之四點六 中國經濟成長想保五似乎不被看好 儘管中國今年下調房貸利率以及購買限制都無法有效提振房市 八月七十個中國大城市的新房價格 年跌百分之五點三是2015年來同期最大跌幅 中國民眾不買房似乎也沒有信心在民生消費上大買特買 中國電商巨頭阿里巴巴以及京東 還有後來居上的拼多多最新財報都不亮眼 中國官媒十七號宣稱 今年先後實施三次重大的貨幣政策調整 有效讓中國宏觀經濟回溫 也有利物價波動的調節 不過有中國經濟專家指出 在中國經濟寒冬消費低迷的骨牌效應下 下一個影響的可能是電動車產業 在沒有政府的補貼下 車廠未來可能很難存活 而民眾資產的安全風險也越來越高 而這又回到房地產開發商跟銀行的借貸關係 靜新文綜合報導 中國經濟寒冬還看不到回暖的跡象 除了官方穩增長政策推動效果不如預期 海外經濟衰退程度更超乎預估 如果再加上人口紅利透支 中國老百姓的緊日子 恐怕時間會越來越拉長 謝謝您收看今天的靠近看中國 我是廖雅裕 我們下週見 我們下週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